美国是努力保证的乌克兰人们 可以继续抵抗自己的国家 对俄罗斯的攻击 我期待在乌克兰计划 包括45万亿 45万亿 以乌克兰的资金 记者会中 拜登除了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 还加码提供军援 对于俄乌战争如何结束 泽伦斯基没有正面回应 但强调人民已经受到极大的伤害 拜登则指出 随后 俄乌战争进入300天 泽伦斯基出访美国 希望获得美国和全球更多的支持 打赢这场护国战争 东城新闻综合报导